- 熊儿,上次去你家吃的排骨很好吃,今天再做给我吃好不好? - 没够没够 - 请稍等 - 哈喽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熊儿 -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常菜 - 蒜蓉蒸排骨,非常香,我跟老婆都很喜欢吃,我们去看一下制作过程吧 - 这道菜的食材我们已经买回来了,很简单,就排骨跟发蒜 - 先把排骨下水洗干净 - 加盐,味精,酱油,料酒,撒上点黑胡椒 - 加盐,味精,酱油 把排骨搅拌均匀 把排骨摆到排骨里 套上保鲜膜 然后下锅隔水蒸45分钟就好了 起锅喽 哎呀好烫啊 看一下 撒上几个葱花 完美 哦 有没有很有食欲啊 很漂亮的一道菜 今天又是简单的一顿 胡总饿了没 饿死了 吃饭了 先来尝一下这个排骨 嗯 太小了 自己做饭 米饭就少不了了 哈哈 不想吃自助 自助吃米饭就滑不来了 哎 还少了个西兰花 这排骨真的非常好吃 朋友们你们有空也可以这样做一次试试看 他自己下 以前我经常吃这个菜 现在很少吃了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排骨好贵啊 哈哈 我们这边38块钱一斤哦呦我的心动死了 我觉得以前排骨大概就是二十二二十三左右 维持了好几年都是 那就去年突然一下子就长起来了 朋友们今天美食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有机会也回去尝试一下 这样的做法 这真的非常的好吃 下期再见咯 拜拜